手指尖尖,能想清闲,长长指长,特别是手指修长,是典型的水行手,也是典型的女人手,女人水行手温柔敏感,富有艺术气质,浮运深厚。 大家好,这里是天阳玄机,我们来看这个手下案例,长秋来看。 水星秋饱满见宝镜文,是非吉祥的符号,能给晚年带来不错的好运。 水星秋饱满的人,个性乐观开朗,沟通能力强,口才不错,加上手指尖尖,能靠口吃轻松饭。 只是金星秋有些偏窄,加上金星秋底部青筋明显,体质一半,加上生命线本体出现断开,也说明体质不强,甚至会有疾病困扰。 不过生命线深刻,断开后延续,康复后,生命力变强,运势也提升。 相对生命线,脑线中期有一段模糊,脑线不但看出一个人的材质,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变化。 模糊的阶段也是心态低迷,运势低迷的阶段。 结合感情线同期见杂纹干扰,生命线内侧亲密关系线见横纹干扰, 说明低迷的阶段是遭遇感情坎坷的阶段,大概在25到28岁左右。 这个期间犯情伤,为情所困。 不过大拇指见凤眼闻,度过这个感情危机,后期感情稳定,又旺夫前置。 金星秋底部见魅力线,异性桃花旺,生命线50岁左右也见亲密关系线, 这个阶段也见阴缘和桃花,也代表中年后焕发第二春,尾端深刻少杂纹, 加上手指头尖尖,晚年能享清闲。